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流的情况 还是男主外 女主内 大部分的情况 女人管管家 交交孩子 对不对 男人在外面挣钱 我不是说这就代表正确 我是说这是我们见到的一种现实 而且很多女人这样过得很幸福 你真像又婷这样出来工作的 你真觉得 你在这么高兴出来工作 突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是要很哀怨吗 但当然就是打 就毕竟要跟你们男人在职场上搏动 我实在是必须要花你们十倍的力气 然后才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我怎么才觉得你才花了我们十分之一的力气 女主持可花的力气比我们小多了 我们就恢复到某几集之前 他认为我们只会用哭来闹这个 不光是哭啊 还有这个长相啊 那我可能不够格 我哭不大声 然后也没有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可以弄 我只能靠实力的时候 就要花十倍的实力 但我当然会累了 我也会觉得说哪天我也女主内一下可不可以 我也不想阻碍了 所以我是被迫剩下来 徐老师今天一听这个话题 他上火 你知道吗 就是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说不出话 最近你跟林志玲一个矛盾 反正就咳嗽吧 这就喉咙痛 失声 失声了 正好这个话题 我失声也比较合适 不要被女性踏发 对 不过我插一句了 像他这样在这里这种职场打拼啊 是很多人很羡慕的 很多女的直到代表纺织厂做工啊 或者麦当劳做营业员啊 那个才叫打拼 这是为了嫁用 或者在帮人家按摩啊 而且而且有身价你知道吗 不愁价 就是所以呢 我可以给你做个眉婆的工作 你知道社会上很多这个 身份怎么转变 有有有要早就有人说我拉皮条了吗 就是这些个富起来的人呢 他附庸风雅不能叫人家附庸风雅了 就是说他找过演员 他找过歌星之后呢 他觉得嗯 我得显得有身份一点 我得显得有文化一点 那么你看他去搞女主播 搞女主播 都难听啊 你好好地找一个词 他去那个搞女主播 他去求 认识女主播 去认识女主播 去追女主播 去追女主播 但如果我不是女主播 他就不爱了 对不对 我看过 我不是 男人真的会有这种 很愚蠢的这个想法 你比如很多男人 比如说有空姐情节 哎呀找个空中小姐 甚至有的男人 有这个女军人的情节 我过去都有过 你这么说还真是 她是个什么人呢 其实真的我也不了解了 但是呢想起女军人 又觉得很性感 对啊我有朋友讲 她是在飞机上 就是她空腹人 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生 男孩子搭讪 约下来吃下来吃饭 结果朋友穿了个便装去吧 他就说你下次吃饭 可不可以穿制服来 我想说这位男生 你也太算你诚实 还是怎么样 我朋友当场没有第二次约会 这说明最近啊 这个有关部呢 没有把这个看AV的 这个给管住 有点泛滥 制服控 不是制服控 怎么会这样啊 不过这里边的关系很微妙的 你说假如说 现在有个人喜欢你 你会在怀疑 他是喜欢我做女主播呢 还是喜欢我这个人呢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分的 对 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认识你 看到你形象 你是女主播 或者我们这个 也可以变成飞行员 变成明星 教授 或者等等 或者一个官员等等 这样 或者一个上市集团主席的 但是很有可能 爱上了以后 他就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就爱这个人了 因为人一辈子啊 你能用来爱的quarter是有限的 你不会那么无限 除非少数天才 一般话 你诚心诚意的爱一个人 就是 那个量是有限的 你的总量 你的总量 总量 对对对 你诚心诚意的爱了一个人以后 尤其是你结婚 有了孩子 建立家庭以后 你不可能说 我今天 他不做女主播 我就不喜欢他 不会人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 所以看这个问题 是要非常微妙地看 既是这个身份 你的形象 你的外表 跟你的东西 跟你的爱是相关的 但他最后又是不相关 到最后 not relevant 但是就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初相识 男人就是看表面 有关 我自己这么俗了 我认为初相识 男人就是看表面 这个连老头 七八十岁的 都不例外 上海那个 你们上海那个老头老太太 就是到那个宜家去 喝那个免费咖啡 找对象的那个 那个老婆说起来都一样 老婆问老头 就问有几套房子 老头看老婆 就是看你 你够不够年轻 60岁就比70岁老头是 看我眼里有什么区别 但是老头也是斤斤计较啊 你40岁的 女的在那儿就算笑话了 你知道吗 60岁的老太太 行情大跌 所以有一家在 哪有什么圣女的问题 你说这个 我是要谈一个 这很正确的 也不是很正确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有政协委员吗 有社会学家呀 你知道又婷 你们老是在IEN 说是什么圣女啊 什么齐天大圣啊 圣女是个伪问题 怎么会 能晓得不了 这个社会学家 对对对 2000年啊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 个别成分超过130 到2020年啊 20到45岁 这是正火爆的年龄 20到45岁的 适婚男性 比女性多多人呢 3000万 3000万 你知道吗 这个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 找不到对象 然后北大的这个著名社会学家 这个叫什么李建新呢 好像叫 这个李建新 他就说 圣女是个伪问题 圣男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圣女是个伪问题呢 你只要想想又婷就知道了 是你不要嫁吗 对吗 我们如火如荼都在你身边 圣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就是他 他这个宁为欲罪 不为瓦全 不是没有小伙子 你不能把又婷作为所有全国妇女问题的一个基本的case 那是special 不是 是个特例 学差不多 女追男嘛 隔层纸嘛 男追女 隔到山嘛 女的 为什么人家就说 为什么孔父子要管女人呢 圣经犹太人要管女人呢 因为女人太容易了 他只要一open 他还仇男的吗 你知道吗 像女之架 太容易了 就所以说 不是 我说这人社会学家李建新 说这意思就是说 圣女是主动 你要 或者不要 是你自己选的 而圣男才真正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 而且 下边说的问题文道都会感兴趣 你知道吗 要不说社会学家他能聊 他说啊 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 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 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去满足 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 你们注意啊 下边是要点 如果没有必要的安全法 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近年来 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 往往有圣男的影子 群群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这边有九季 年最短将 也仅更久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独动全球发售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你看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组里的大龄男青年宋新呢 也找了一张图画表达他的这个新生 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你们现在圣女聚会又停 我还真想问问你们都聊什么 据颂新投听啊 他们说聊的女人们圣女们在一块聊什么呢 说现在女多男少 剩下的男人分两类 一类败类 一类太优秀 太会挑 不愿意嫁给败类 好的又看不上我们 这个非常实际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我们主动选择剩下吗 那这样算主动选择吧 就是又不想嫁给败类 我选择我不要嫁给败类 但好的呢 又看不上我们 他又觉得他可以挑更好的 虽然我不知道更好的定义是什么 但他们觉得可以更好的 更好 或者是说他们觉得 我的选择更多 我没有这个危机感啊 女生是因为有危机感 我会觉得碰不到这个 我没有下一个 所以我会想要抓住这个 但男生 当很优秀男生的时候 他会觉得没有你 我还有下一个啊 因为风有而至 女的呢 隔从 这个男的不是隔从三吗 女的说 隔成纸啊 隔成纸 但是女的隔成纸了以后 他过去 他就想抓住啊 想牢靠啊 男的是这个 隔过了三年以后 他又去爬新的山去了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啊 表面上看上去 好像主动权都在女的 其实不一定 就不一定 但是你知道 这个就是反映了一个 这是个话语权的问题 嗯 之所以现在说这个圣女啊 人家这一调查 是你们城市的三高妇女 高学历 高高年龄 不是高龄是吧 反正是三高妇女 他们觉得圣感强烈 可是呢 我现在说的这三千万光棍啊 就未来的这三千万光棍啊 他们大多是没有话语权的 嗯 都知道啊 他们甚至不会说 我要什么 他们都在农村 或者是在城市里的边缘人群 略是收入低下 可是 你说聊这问题 社会学家就注意到啊 一个社会啊 这是个性能量的管理问题 是 性资源的匮乏啊 甚至是社会动乱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是 其实他的位置远远不止于你讲的三千万 他好像总的比例 也许将来变成一百变一百二 是吧 但实际上远远不止 就是因为现在经济的杠杆作用 这个男的的女的挑选啊 你不是把大部分的很多的说算是败类吗 那些不败类的这一类呢 通常是比较有钱的 对 可是比较有钱的男的呢 他不管他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他看女的 他只看很窄的一个年龄段 嗯 明白 所谓生女的 他总盯着人家二三十岁这点看 所以那个 这就更加剧了 而且有的还多吃多战 你知道 有钱的 他可能有好几个三四 这样的一个比例就不是一百跟一百二的问题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对于大家平均 你要做个调查 如果大家都是一千块收入的人 嗯 那这时候男女的比例可能是一比二 甚至更大 就男的的比例更高 所以剩男的现象是 我剩的是基层 女的现象剩的是高学 那这两个又不可能合在一起 所以就剩了一个基层 而且还不单是基层 而且是年轻人 嗯 男的是剩的是年轻人 女的年轻的不剩 是是是 是是是是在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危机是很 他讲那个社会学家担心是对的 所以那刚才讲的提到一个概念 用什么方法来缓解 你这个世界你不是要要要要动乱吗 要出事情吗 这个东西有很多缓解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缓解 要缓解 那就是很多洗脚的地方啊 哦哦哦哦 你知道这我们要不带有色眼镜去看那些地方的话 这任何一个社会 从古之间任何一个社会 这个就是一个缓解机制 嗯嗯嗯嗯嗯 是吗 对 所以 可是那这样就讲来 就是说男女一定要配在一起 他才会 中 这个社会才会和平吗 就是说 他就算两边都剩几分 这个社会看起来就一定要出乱子 是这样 就是说 嗯 看这样的说法 就比例上怎么样 都要维持某一种的平衡 是不是一定要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为什么人要结成家庭 对 家庭啊 就是一个社会的管理单位 稳定力量 你就稳定力量 你 你知道 就是说 天津有个老字号叫千香义 这是我们老家山东张秋的一个商人 在天津创办的 当时我们家人为什么就都到天津去了 包括从我爷爷开始 他会做这个山东菜 就千香义的老板呢 他招人还回家乡招 可是他有一个条件 没有结婚的 他不要 他只招村里啊 结了婚的 稳定 过去 老婆也不让带着 就老婆也在村里啊 就我爷爷就给招到天津 给山东人做菜 在千香义 他的条件是 就说你 我这开店 你做伙计的啊 你结了婚的男的 你啊 脾气 稳 也靠得住 可是他离开老婆了 对 但是就 就是不一样 就是人结成对子 生活 男人呢 他有了负担之后啊 他各方面都会持重一些 家类 有家类 你有事情我也找得到你 对 家里还有家在那里 那跟凤凰找人不一样 凤凰找人第一句话问我说 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 那时候我就说有一个 他说那这样糟了 我很怕你来香港以后 就哭着回台湾 因为跟男朋友分开 那时候 所以凤凰 希望我 所以凤凰 完完全全是圣女 所以你看我现在完全凤凰了 就 有 就变得没有 他没有把真正的理由告诉你 是因为他公司里有很多盛男 他就不想肥水 他因为这几年公司痛感呢 好不容易招来这个漂亮女主播 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你知道吗 所以以后再招人呢 有男朋友也分了手在这 我瞎说他 我瞎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宣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新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 全球发售 哎 又婷 我真的是挺感兴趣 我挺想钻到你们这个圣女 我跟你们 下线拉铃 一起来聊天 联谊联谊 你们都聊什么呢 就聊 现在男生都不靠谱啊 就一定都是抱怨 没有 很少有夸奖的 都是抱怨 因为我听一个女作家跟我讲啊 她说我不喜欢跟女的在一块 她说我就喜欢跟男的 跟你们在一块谈话 她说你不知道 很讨厌的 就一帮这个女的在一起 哎呦 我听她说的 就够讨厌 她比如说 要不然就骂老公 是吧 那她骂了老公 她骂男人 你也得骂 如果大家都在骂 你不骂呢 姐妹们好像就觉得你啊 就背后就会说你了 所以你也要跟着他们说男人不好 哎 然后然后 然后呢 女人吧 又特别那种自恋 真说不好也不行 有的时候是炫耀 就夸老公 夸老公呢 你也不愿意跟他们比着来 就他 反正他就说女人 就你只能抱怨自己的不好 然后永远要夸别人的好 当他说他老公有多不好 多不好的时候 你就要一直说 没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你嫁了一个很好的老公 这是为其女人友谊的方法 所以说你说女人到底是更真诚 还是更虚伪 我觉得是更假 我们更social 我们更懂得与人相处 对对对 我们 更圆滑 表面上互相商量战略 怎么对付男人 其实心中呢 还有一个女人之间互相的比较 对了 就是说 所以我听到你诉苦的时候呢 他表面上跟你出主意 实际上心里 你像现在撕杀的都严重 我最近听到一个更有趣的 他说他跟他好姐妹 自以为的好姐妹 一直出去 就是跟那个 可能去夜店喝喝酒啊 认识男生啊这样 然后他说那个朋友总是出去以后 就会跟他讲 其实我就在言谈中 就会先说这个朋友已经有男朋友 已经有人在追 总是先把他的这个 排除在外 对 跟那个对方 默默的就会说 就会提到说 你那个男朋友怎么了 你最近追你那个男生 今天又约你出气了吗 因为大家聊天 先消防一下 他就好气说 他为什么明明大家 就姐妹俩要去之前 就说好今天晚上 大家就是要出去烈宴的 为什么他总是在言谈当中 先否了我的机会 这样 我说这不是真姐妹 所以你看 曾姐妹怎么样 曾姐妹 你知道就是最近 他们还都说 我那天看 我那个姐妹们 竟有看一个电视剧 叫甄嬛传的 你知道吗 我那天发现 好多这个女知识分子 也看 我也弄不清看什么 我看起来 我觉得没什么劲 但是他说特别好看 其实就是后宫啊 说是拍的最好的 什么后宫戏 后宫这个女的 恰来恰去 恰来恰去 哎呦 就真爱看这个东西 女的爱看这个 是不是实习呢 是实习啊 是吗 我觉得就是跟小动物 为什么打闹 他在模拟这个状况 另外好一件事 那如果这样的话 可见 如果我们现在剩下的女生 都是高端的 那表示高端的男人少 那我们现在刚刚说 我们基层的男生比较多 那像什么 这些基层男生 不会变成高端的男生 如果让这个量变大 那就没这个问题 那问题是 这些基层男生们 是社会上不给予他们机会 缺乏你们高端 圣女的提拔 还优势老师 你们要有眼光啊 你要有看出这个人 啊 他将来以后是怎样啊 这个 这个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 是有什么原因 我跟你讲 这就是所谓的 左派或者右派 还是不管什么派啊 就聊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比如说啊 站在某种人的角度上说 社会不公平 这些农村里的孩子 他们没有机会 他们没有特权 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他们成长为 没有魅力的男人 所以或者说 他们的素养不够高 所以他们就处于较低端 可是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西方人呢 西方人我哪都同意 我就不同意 他们最根本的一句话 说是这个人生而平等 这不是我眼睛看到的现实 我认为人根本就是生而不平等 死而平等还差不多 那不平等嘛 怎么可能 他的意思是说 生来应该平等 权力应该平等 就是因为你生来的人的 DNA啊 财产啊 你的相貌都不平等 但是权力应该平等 就对 就是尽管这样 他人现实当中 总是不平等的 这个没办法 即便你说 全民素质都提高了 我们都是博 没有一个人不是博士 对对 那也有爱因斯坦这级别的 那他还挑博导呢 对啊 你和这个秦寿 这个教授这级别 他还是 你总是有 有嘛 但是你如果在西方社会里面 挑男孩子 你会觉得他会有机会 变成博士吗 因为他的机会有的嘛 他会可以从一般人 越过那个等级 通过考试 通过一定的升级 现在在中国不行 又停其实你可以到 村里找个精 精壮的小伙子 培养培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喜事度 对 前列一股 然后现在很帅很壮 过两年